居然想着 用鸦片来指 世纪 以后不能这样 一旦形成依赖 你一个党国军院 就会成为 人人不齿的隐君子 放心睡吧 我保证 不会让人看到 你这个样子 我保证 好 主任 是打烟膏 打烟 八十条眼干吗 为了止痛 他舌头做了手术 之后不顾蒋老杰反对 自己查一下 好 我知道了 以后我们联系 不要再打整条了 晚上我去找你 五重铭的贴身司机 居然是刘天章的眼线 破烦专员竟然在行刑瞅打烟 这是做死的前兆吗 门 什么事 新议委员私藏毒品 我们封门测查 你看清楚 这是医务室 麻醉剂和止痛药 都是必备品 还需要查吗 谁让你送医务室打烟 来 送去到办公室 是 走 姜姨 对不起 走开 我们在执行公务 没有五专业的命令 谁都不许见 让开 怎么了 是 是 我知道 这间办公室有违禁品 今天五专员手术拆卸 我用涂法麻醉止痛 用了点大烟膏 姜小姐 千万不要说笑 国民政府禁烟禁毒条例 明文规定 军运人死你大烟 是要上军事法庭的 谁跟你开玩笑了 我说了是用作麻醉 搜出来算我的 姜 姜小姐 骆子 还不能接受检查 还不能接受检查 好 是 吉顿 可以 是 这姓武的也太鸡贼了 居然用蒋小姐帮他打掩护 我猜这剩下的大烟膏 肯定还在医务室 可惜了 没办法查了 肯定让他们给扔了 其实这个结果我也预料到了 我现在最感兴趣的是 吴忠明怎么对待这个背叛他的司机 吴哥 我先出去啦 他们是怎么发现的 处长 你放哪儿了 告诉他 不要用这种方式帮我 我这就去 除了我 你真的没有告诉过别人 没有啊 这是有针对性的搜查 肯定有人告密 你们处长身边的人已经不可靠了 你要多留心 尤其是他的脊菌饮食 这是我带来的人生 你给个炖汤喝 这是新开的药 告诉他 只要每次有大任务 就要加持一次 好 那我先走了 看 处长 我用蒋小姐给的人生 炖了鸡汤 这些天 你到底去哪儿了 莫子 你刚刚我多少年啊 五年了 你上个月刚问我 我现在有点后悔了 把你找回来了 处长 你跟我说过 你想当兵 我刚从十字军团回来 我准备 给你在虎沐熊那里 某个差事 这样 你就可以结婚了 处长 你不要我了 我是为你着想 你在我这儿 不是长久之计 你不用马上做决定 等你想清楚了 告诉我 我 鸡汤有点胖 凉凉才好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主播剧场——YoY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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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红鸡 酣剑 红副娃 最大恶极 苟姐日外 放家恶菌 搞急降管 咱拿成酣剑 现在满西安城里面 贴的都是啊 兄弟们都不安出门了 成了过节老鼠 姑爷 怎么会是这样子 当初说好给咱们的伪认状呢 闭嘴 吃饭 事情 还是咱们继续 老鼠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站住啊 站住啊 站住 别跑 站住啊 站住 别跑 站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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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带走 走 走 快点 早就听说了 红楼屋手下有三大金刚 你老三是个聪明人 今日有幸得见 惭愧 惭愧 你读过书 明事里不像他们 你可知道 如果背上了汉奸的罪名 是个什么下场 知道 知道 但我 但我发誓啊 宣霞复那件事是无疑 是红楼我干的 我压根就没参与 那你其他的师兄弟呢 大师兄去了 我和二师兄都没去 你肯定 我肯定 因为当时我们还讨论过这件事 就怕封官刑赏 论官家决的时候 把我们给甩下了 封什么官 国民政府的官 红楼屋说给我们要了 四张委任状 最后一个问题 护卸 八办工作室 按那把火 是你们放的吗 不是 是大师兄 是大师兄和二师兄去的 我没去 我真没去 你戴眼镜吗 大师兄戴 他戴眼镜 他戴 让他带路 抓捕红老五 明白 词曲 快点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觉得宣夏福应该被他们撕票了 我和你的相反一样 王老虎心狠手辣的 做事从来不及后果 他竟敢有口观察那个微信 可见有恃无恐 已经两回让他跑了 接下来你真的应该小心一点 对了 你都用了警察局的人吗 杭丽一定会怪罪于你 你回去就这么跟他说 你都用了警察局的人吗 不是 你出去找我 你去找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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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找我 来 咱 咱 你还用练回来 航局被降助人 请到形容器熏花 回来就大法雷霆 你还是想多走吧 是福不是货 事后躲不过 从今天起 你停止了 何文玄 你把真机队管起来 没有我的命令 任何人不能随意调起 是 师哥 你看这不好意思啊 明白 明白 还有很多工作 要跟局长再交代一下 是吧 你们谈 你们谈 不打脚 不打脚 什么 在行营瞅大烟 跟你们说过了 他这个里面有问题 疯了 全他娘疯了 这以为 新闻是蒋香也提到遮业 要下次再会抓到 咱们那批货啊 别再说了 那 那我就先撤了 真机队我就不管了 来 等等 走 把侯文玄给我叫起来 洪副队长 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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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局长 师哥 不好意思啊 以后请把那个副字去掉 叫我 侯队长 队长好 那 我现在正式宣布 师队长官复原职 你还当你的副队长 这 这为什么呀 你哪怕让我过一天的银也行呢 你 人生大起大落 这也太快了 你说行营有内奸 有什么根据啊 两次抓捕 都提前被洪老五得知了 一定有人通风报信 是 事变前 你的老师葛寿之 时任西北党调区局长 权轻一事 事变中 我受夫人委托 冒死往返西安南京 连洛连张学良 都喊我一声好汉 葛寿之去撤回南京 做官局势 在当时的借口是 西安城不光有叛军 还有内奸 主任 你在批评我 凡事不拘 都能找个借口是吧 你原有事成 主任 我知道 你对我有成绩 但是现在案件 已经出现了曙光 我们不能这么停滞下去 军委会在等我的父母 中共也得有所交代 那你还想怎么样 查 自查 先从破反专属 和四科查起 不行 你查破反专属我关不成 你查破反专属我关不成 但我不能由着你 把刑营闹得 乌烟瘴气 上车 右脚 据说这里是唐玄宗的大礁居墓 因为要护臨 所以修得比较钱 又因爲地势很高 所以挖掘得很完整 你帶我来这干吗 我带你来看看这个 这个呀 是红老五逃跑的时候留下的 我以为在这里 可以找到宣霞傅 没想到 他给我留了这个 这么晦气的东西你拿着吧 真人面前不说假话 我确实骗了 也骗了西安城的百姓 红老五他不是汉奸 他的身世和起家时 石影山都告诉我了 虽然他无恶不做 但和汉奸的帽子 暂时还是没有关系的 宣案是他干的 这一点不用怀疑 但是没有抓到人 没有直接的口供 案情不能完全所死 再说了 一个西安城的黑帮头目 绑架了十八集团军的高参 事后没有任何勒索的行为 所以我肯定 他应该不是主人 你想说什么呀 你帮我转告红老五 让他来找我 我要帮他平反 平反 对 我了解这些江湖中人 有的时候明洁对他们来说 比生命和金钱更重要 对不起 我帮不了你 你嘴还挺硬的 就是不说 这个忙你帮不了我 还有一个忙 你一定可以帮我 什么忙 我现在需要顺兰 你把他送回行李 明明知道我不 你不会是看上他的吧 是 又怎么样 是 你早说啊 现在沐雨成舟 我也不能为例 不过我可以跟你保证 不会动他半肝寒毛 一定完完整整地 把他留给你 这样总行了吧 王力不供 杀沈兰 就等于断了 侦破局件的线索 你不傻 这笔买卖 你算得应该逼我清楚 你要会算账 就早点娶了蒋小姐 为什么娶她 为什么娶她 就因为 行营的主人是她叔叔 因为她是真心对你好 我笨蛋 这个都想不明白 乱点鸳鸯谱的事情 你干得比出奸还要买力啊 歇了 去 屠间行动 这么说 武昌明 徐毅诀 这两天都在实际军团 是 这个行动 听说蒋主任也知道 好 去给我找一本书人锦子 快 帅 出去吧 好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听宋妈说 你把行李都搬来行营了 想必昨天的事您都已经知道了 我怕您为难就搬了出来 怕我为难 你偷我的日记啊 跟武仲明撕毁胡沐熊 并满世界地找武仲明说破返专属有违禁品 就算到你的头上 你想过我会为难吗 你有一丝半点的顾忌 你叔叔的面子吗 简直是鬼迷心窍 胡沐熊正愁没处抓我的把笔 你你倒送上门去 让人笑掉大牙 那您让我嫁给胡沐熊 岂不也是啼笑皆非 你可以不嫁胡沐熊 但你也不能嫁武仲明 为什么 因为他霍乱形影 已经成了我的心腹之患 一个屡见其宫的人 您视他为心腹之患 叔叔 您就没有反省过自己吗 离将成名万古 保证你不是一个目光短浅的人 还记得我当时的 为什么会允许你去接近他吗 让他为你所用 可现在你却在为他所用吗 可是他值得 他热血血 只生死于洞外 这样的男人我喜欢 你喜欢他 他喜欢你吗 他喜欢的是那个女八路 沈 沈蓝 谁说的 是他自己承认的 你现在就可以去问问他 你现在就可以去问问他 现在那边的情况就是这个 是 你们都出去 是 我想知道 你给我写这个 是出于什么目的 江小姐 你为什么突然之间问这个 因为我想确定一件事 日记的事情一定是刘天璋说的 因为我只告诉过他 沈蓝的事情 肯定出自于徐玉杰之口 因为他自己私生或混乱 所以一己度人 我知道 江主任对我有些误会 他认为我一直在跟他作对 其实他错了 不管作为一名军人还是下属 我都非常尊重江主任 我也理解 他身为西安党政要员 有很多顾虑 一方面 他为抗战大局着想 全力支持我反监出特 另外一方面 他要考虑党国的利益 他不希望我深入调查 宣暇复的案子 这一切我都心知肚明 对于政治我不感兴趣 但是党国赋予我的使命和职责 我从来都没有懈怠过 所以有的时候 会有为长官的意义 蒋向前 我知道 你一直在努力 让我和蒋主任的关系变好 你帮了我很多 但是我不会拿你的好意和真情 当作讨好 和交换长官的筹码 所以 你不要对我有任何期望 我也不会给你任何承诺 过去是 现在是 将来也是 调查宣案 最重要的 就是把戏做错 要让中共相信我们国民党 是有诚意的 我现在的任务 是最终让蒋主任和军委会 看到一个满意的答案 听你叔叔的安排 离开西安堡 这本来就是个是非之地 原来一天没有结果 我和杏盈 会一直僵持下去 我不想看到你为难 你为不知足 如果可以选择 我宁愿离开叔叔 我已经陷进去了 我不再是原来那个 心高气傲的蒋宝真 我现在谁的话都听不进去 我只忠于我的内心 是他让我留在你的身边的 这样下去不会有结果的 发生了昨天的事情 我也不想在杏盈再见到你 我也不想让大家看见 杏盈主任的侄女 为我武著名处处出头 遮掩错 可能你会觉得这是义气 是情志所致 但是 这恰恰破坏了我和上级 同事的关系 现在 我和江主任之间 你是最大的障碍 我住名 你真的是这么想的吗 是 出去 我要静一静 是 是 江小姐 对不起 对不起 你我之间这一句对不起 就够了吗 我承认 我利用过你 我向你道歉 是 那你再利用我的手 到底喜没喜欢过 哪怕是一瞬间 没有 没有 谢谢 谢谢你用这种方式拒绝 你赢我 你以后都不会再形影看见我了 我们之间 我们之间 多少梦不能远 手牵心恋 多少苦我当成天 刚触碰你 刚触碰你 我却无法再继续向前 愿在心里 没有笑容留在你眼前 缘分的线 连在我们之间 思念如烟 曾在深夜里蔓延 曾相遇你 走过这世界繁华尽线 别说抱歉 别哭花了那美丽的脸 风如果有思念 千里万里带我把你全裂 你如果有纪念 替我四次落入你的心田 风如果有思念 千里万里带我把你全裂 你如果有纪念 替我四次落入你的心田 你如果有纪念 替我四次落入你的心田 你如果有纪念 替我四次落入你的心田 你如果有纪念 你如果有纪念 替我四次落入你的心田 不会就这么结束的 总有一天你会发现 我是除了你 在这个世界上最了解你的人 甚至比你自己还要了解你 甚至比你自己还要了解你 来 尝尝这个 小姐回来了 先生 小姐回来了 行李也都带回来了 快让她下楼吃饭 菜都凉了 是 谢谢 你今天得把欠我的酒给补上 不许耍赖啊 等一下 我有话要问你 问呀 你说宣霞父失踪和菊剑 到底有没有关系 你现在都把洪老五 当成汉奸来抓了 再讨论这个问题 有意义吗 第一 洪老五他不是汉奸 第二 宣霞父的失踪 和菊剑的关系 就是宣霞父在帮十七军团 在查菊剑 如果你同意我以上两个观点 那我的问题就是 菊剑 为什么要制造 大戏院的混乱 你真是说到点子上了 说真的 上次你来那么一处 我还以为你已经 你还以为我为了抓洪老五 把菊剑放在里边 不可能 我跟你说过 两年前菊剑现身 西安就是我的死地 只要我还活着 我绝不会放过他 记得记得都记得 好 如果是没有敢说 你自己手搭 我 我 是 谢谢观看